我們來到第七部分 就會講SD 標準差的應用 如果對於標準差 在看完第六部分都不太明白的話 真是回去再看一次 如果都不可以的話 來問問我 看看哪一個步驟你不太明白 如果明白的話 我們做一下這裡的練習 第一題 問你四分位數的間距 他就很好的 他就把數字九個 由細節帶排出來 九個即是中間第五個就是中位數 前面斬開一半一半 所以是這樣斬開 即是Q1就是18 Q3就是24和30的中位數 即是27 所以四分位數間距 他會寫完完整步驟 就是24加30除2 減18加18除2 那就是27減18 即是九分 即是九個數值 然後問你標準差 那標準差這個 那我不寫色 按機直接 是不是 那也是 我們繼續在SD的模式 每一次做之前 都清理了數據 清理了數據 清理了數據 所以九個數字 是正確的 然後 Shift Shift 2 那就是 這個SD這個符號 所以2 按出來就是5.31 這個就是答案 然後 第二題 他問你這班人有幾個學生 那學生是個頻數 即是frequency 所以我們加的 不是加尺碼 是加頻數 那就是 10加8加7 加9加2 Total有36個學生 然後 Palm B問你標準差 那又是 所以我們先清理了數據 清理了之後 我們是 7分號10 還是10分號7 記住 我們的數據是7 它出現了10次 所以是7 然後分號 分號是怎麼按 Shift 2 然後10 意思就是說 我有7 出現了10次 然後先按M plus 那也是啦 我這部CAL機 因為舊一點 它會佔了10條Line 大家新的CAL機 這個只會佔1條Line 然後 然後 7.5 分號是8 8分號7 8.5分號9 9分號2 由於這些數字 都是介乎於7-8 8-9之間 很容易會混亂 很容易會做到 由7分號10 變成8分號7.5 做一陣子 要繼續提醒自己 哪個是數據 哪個是頻數 所以我佔了36條Line 36個數據 那SD怎麼按 那是Shift 2 再按2 然後Execute 0.6387 即是0.639 你可能會想 這個數字代表什麼呢 我們下一部分 講到Standard Score 才會再多一點理解 這一刻 暫時 你當是一個數字 或者 數據與數據之間 是比較 哪個的離差大一點 那你已經足夠了 然後 第三題 Part A 問你平均數 平均數 你把四個數加起來 應該會有 4K 加28 除開四個數 除4 即是每一個數 是K加4 即是K加7 然後 問你標準差 標準差 K這個數字 你不可以就這樣 量到KalGate 但是 待會 完整這部分之後 其實 很多需要下一課 More about Dispersion 即是逐標準 逐這個離差 你才會教你 怎麼去計 但是這一刻 我們用回 原先的SD 公式 就會是 這個 開放 分母是4 分子 就是每一個數 減了min 之後 二次 即是說 第一個數 K 減 K加7 用到終句號 的二次 加 K加3 減 K加7 的二次 加 K加8 減 K加7 的二次 最後 再加 K加17 減 K加7 的二次 你會發現 其實每一個 的中括號 裡面 K都會不見了 包括 第一題 是K減K減7 即是負7的二次 那就會是49 出來一定是正數 因為我二次了 第二個 括號 K減K 沒有了 然後 3減7 就是負4 負4的二次 就是16 這個 K減K 沒有了K 8減7 就是1 1的二次 都是1 最後 K減K 沒有了K 17減7 就是10 所以是10的二次 100 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K 很多微枝數 但是弱了之後 只剩下這四個數 49 加1 加16 加18 166 除4 即是說 這個數就是 開方 41.5 就是 6.44 其實到下一課 或者大家 某些書 就是下一部分 就會教到 其實K這個數字 是不是不重要 K是影響不到我們的SD 在我們的運算上 去到第二行 已經不見了K 大家可以這樣想 標準差 其實是其中一個方法 去度貧富懸殊 即是說 那些數據之間 誰的離差大不大 用回剛剛我們一開始的例子 這兩個人 60-100分 和70-90分 我可以當是兩個國家的人 的身家 國家A有五個人 分別是60-100 國家B有五個人 都是70-90 我想大家憑直覺已經知道 誰的離差大些 誰的貧富懸殊大些 應該是A A最窮的只有60元 最有錢的有100元 B相對上比較集中 最窮的有70元 最有錢的只有90元 這是貧富懸殊的概念 即是說 其實我去的SD 你當這個數字 K K加3 K加8 K加17 你當是K加0 K加3 K加8 和K加17 你當它本身 你當它本身 每個人是有0元 3元 7元 8 8 和17 每個人派多少錢 每個人派多少錢 每個人派K 那麽多錢 所以就變成是0加K 3加K 8加K 17加K 好了 問大家一個常識問題 在純粹最簡單的經濟學上去想 每個人都派同一筆銀碼的錢 例如每個人都派5000元 每個人都派10000元 每個人都派K那麽多錢 對於貧富懸殊 有沒有任何影響 應該沒有 因為每個人都是有錢 那麽多的程度 那麽多錢 所以 在純粹數值上的理解 每個人派K那麽多錢 是不會影響到貧富懸殊 在這裏 每個人每個數字加K 應該是影響不到SD 所以SD標準差 甚至在顏色上 都沒有出現過 因為 不見了 所以 6.44 這個數字 可以來自於 K加0 K加3 K加8 K加17 你也可以當作是0 3 8 和17 這個就是去到之後的貨 或者之後的部分會教的東西 不信的話 試一試 我K代任何數字 K代0都可以 先清理數字 所以 就會有 0 3 8 以及 17 那是4個數據 然後 那麽 就是7 因為K加7 那 SD 都是6.44 沒有變過的 那你會發現 K代任何數字 甚至是負數都好 其實都沒有問題 因為舉個例子 假如政府說 今天我們不派錢 每個人都要交一千元 當作是幫我們去防疫 那每個人都抽了一千元出來 假設最窮的都要有一千元 總之 怎樣偶都出來 他可能是負資產 都偶一千元出來 那李嘉誠也偶 我也偶 大家都偶 那所以 那個貧富懸殊 都是沒有變過的 最有錢和最窮都是相差那麽多錢的 那所以 這個就是SD的概念 那我們這一節先講三題 下一節會講四五六 那我們下一節見